好,那我們開始了,好嗎?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 在有傳媒報導,防委會接下來下個禮拜的資助火屋小組 會進一步討論關於居屋的轉售限制安排 我相信大家知道,其實林鄭月娥特首在較早前的火屋六招裏面 其中這一招說到會將居屋的定價以市民的負擔能力 亦都將原本的折扣由以往的七折會落對五二折 可能很多市民或媒體都會關心究竟它的具體安排是怎樣 據我所了解,其實這個轉售限制將會在未來的7月17日的資助小組上討論 對於整個轉售安排的理念和目標 都是希望能夠讓我們的資助房屋的安排供應 在資助房屋的市場裏面 當中他就提出了一個觀點 就是說希望在頭兩年 由防委會作為一個提名機制 讓一些白居易的朋友有所提名 進一步令到我們的資助房屋裏面 可以更流轉在市場上 這個提名的安排,其實以往的做法是沒有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做法短期止減是可以解決到問題 但是長遠的安排 我認為是需要進一步去處理修訂房屋條例 因為由現在開始到下期的居屋將會重新安排 時間很短 如果要去重新修訂房屋條例的話 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安排 所以對於他這個臨時措施 止減可疑 不過是否真的能夠令到我們的資助房屋的市場 可以激活呢 這個就要看下將來的發展 另外第二件事 他在提名安排上面 透過防委會去做 我自己就很擔心 其實現在白居易的市場上面 是否真的有這麼多的申請人會考慮 因為這個安排會隨著市場的走勢 包括經濟環境各樣東西 如果經濟好的話 我們可能很多朋友想透過資助房屋去懸賞車夢 萬一經濟任何下滑的話 這個安排就會對整個資助房屋 都會構成一個影響 第三點他就提出在五年內 他不可以在公開市場買賣 我自己是同意這個做法的 民建聯對於這個做法也是表示支持的 因為你講來講去 整個資助房屋的市場 都是希望能夠養一些有需要 上車的朋友 他沒有辦法透過現在 私人留意的安排 他可以透過資助房屋上車 所以接下來 我想我們會繼續在防委會跟進 究竟怎麼能夠將這些條例的措施 都可以落實 那是否長遠都要想想 看回市場反應 去進一步考慮 會不會再在收緊方面 包括連期各樣東西 去作出一個特別的處理 好 那我就回應到這裡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各位 麻煩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拜拜